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顶姊妹 你好 我们今天继续在事律行转离灵修 今天我们一起看第九章 第九章记载了三个人物 蘇罗、阿拉利亚和彼得 我们分别看看这三个人物 他们怎样对上帝、耶稣的跟从 首先我们去看的就是第九章一到九节 讲到蘇罗 蘇罗的改变 我们会觉得上帝很大能的工作 去导致他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改变 或者我们都会去盼望 如果我都能够有蘇罗 那你经历就好了 我能够在路上去遇到大光 遇到上帝亲自去临到 去告诉我 他就是上帝 他指示我 究竟我可以怎么样去 要做些什么 去为主作供 这么清楚、这么明确就好了 但请大家想想 为什么 保罗能够透过这一个经历 去悔改和蒙照 是否纯粹就是因为 那个经历 够神奇而异呢? 如果蘇罗之前他没有按住 犹太教的律法 去受到严格的训练 他能够在那一刻 遇到耶稣 就一点就明白吗? 如果蘇罗之前他没有一份 是侍奉的热心、热成 就算叫他遇上这个超自然的经历 是否就会自然换来这个热成呢? 其实我们看见 蘇罗在遇上耶稣之前 已经一直都是一个很有心智 很有能力的人 只是方向错了 而去到今天我们看的 《使徒行传9章1到9节》 这个经历 其实是让他重新认定 他本来的热成 应该走回一个什么方向 只不过是改换了他的方向 其实这个经历 很清楚向我们交代 没有特别赋予他 有超自然的心智和能力 中国人有句话 叫做 《各有前因莫善人》 如果我们真的要羡慕保罗 或他不是羡慕他 经历过这个超自然的事情 而是应该羡慕他 素来都有一份 对上帝的热心和敬虔 而且是愿意恒心地去走出来 是唯有有他 你有这个心 他再加上这个遭遇 去将他过去那些 不老 不老训练出来的能力 修养和素质 就去发挥出来了 或许 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去反省 有时 我们是不是盼望 去有超自然的遭遇 却没有盼望 有一个生命的改变 去胜在这些遭遇 带给我们的导引和提醒呢 我们会不会想敬拜神 却不愿意降伏 我们会不会想赞美神 却不祈祷 我们会不会想认识神 却不读经 我们会不会想侍奉神 又不去装备 会不会我们想经历神 但是又不悔改 我们想荣耀神 但是又不敬畏 我们想亲近神 但是又不灵修 有人说过 机会只会眷顾准备好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常作准备 以实际的行动 去表明我们是一群认定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能够常常作供的人 我们继续看阿拉利亚 在10到20节 这段经文记载这个人物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其实他被路加描述的长度 竟然比去记载素罗改变的事情 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们甚至会看到阿拉利亚 这个人物 其实自从在这10节经文出现之后 就没有再出现了 小人物 不过其实阿拉利亚 对于素罗 他能够活出那个扭转生命的改变 却是担当极重要的角色 上帝去指示阿拉利亚 要去帮助素罗 让他能够去经历被帮助的一个遭遇 重新得着势力 我们看到本来阿拉利亚 他都不愿意这样做 但当他单单看见上帝命令他真的要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单纯听命了 阿拉利亚的单纯听命 其实对素罗生命的改变是起着极重要的作用 素罗在他人生往下的日子 也正正就是这样单纯的听从上帝的命令 四处冒险去为主奔走 各位顶姐妹 我们从阿拉利亚的生命榜样 或许我们都要反省 我们是不是一个单纯听命的基督徒呢 我们对神的说话命令 是不是选择圣地听从呢 我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地方 是刻意避免 这些我不听的 我们去直着去制造一个友谊 我们去告诉自己我未明白 拒绝明白去推淌上帝的命令 听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一些 本来我们不愿意做的事 成圣的路必须要为主付出 作出牺牲 你数算一下你过去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月 每一年 你没有试过为主去做过一些本来的本性 是不会愿意做的 但是单单为了神的荣耀 你去愿意做的事 我们继续去看《彼得》 记载在32到43节 这段的记载 大家会看来 为什么突然说了《彼得》 这个经历 不是应该放在第十章的事情吗 为什么放在第九章呢 但如果我们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 其实 无论是 《圣罗》 《阿拉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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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彼得》 这三个人物 本来互不认识 互不相干 各自都有自己人生要走的道路 但是他们都因为主耶稣的缘故 不谋而合 不弱而同 都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愿 康复在神面前 去到一个自己本来不认识 不愿意去的地方 《圣罗》如是 《阿拉利亚》如是 今天就连最大的仕途 《彼得》都一样如是 《彼得》本来留在耶路撒冷做教会领袖 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去周留四方 我们相信是因为门徒四散 他到处去探访那些四散的门徒 就在这个经历里面 他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在最后 在这段经文最后两节 甚至去记载 他住了在若帕一个 赵皮像西门的家里 在犹太人的文化移截里面 在犹太人的文化移截里面 这个赵皮像 做皮革的一个工人 其实是一个不结工作的人 但是彼得都竟然住在他家里 他开始去摆脱了犹太人宗教给他的禁忌 他开始去体会上帝是要接纳着各式其式 过去他视为不结的人 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去到第十章 上帝继续在彼得的生命里面去工作 去将这个禁忌彻底打破 然后将福音能够传给更广更阔更多角色其式的人 各位顶姐妹 今天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愿意都为主去放下一些本来 是去捆锁自己生命的枷锁 为主释放 为主作供呢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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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